来关心乌俄的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从莫斯科5号上午10点开始 对乌克兰两地停火 允许平民离开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 以及东部的沃尔诺瓦哈 但是乌克兰方面表示 俄罗斯并未完全遵守停火协议 乌方暂停撤离平民 不过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书克 在周六的电视直播中表示 俄罗斯并未遵守停火协议 而乌克兰总统府在稍早也表示 俄罗斯开始用重型武器炮击沃尔诺瓦哈 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炮击人到走廊